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资讯频道在南宁花花大世界主舞台上 举办了一场国庆长假资讯频道主持人的见面会 资讯频道的部分主持人和记者编辑冒语走基层 在现场和观众朋友们来了个近距离的互动 那是在花花大世界小丑艺术节的主会场 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舞台上 待会将会举行我们广西电视台资讯频道 主持人和观众的见面会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广西电视台资讯频道 获得了2011年最具影响力地面频道奖之后 第一次和观众的近距离接触 今天气温比较低还一直下雨 但这些都阻挡不了观众热情 当主持人李家雪松开始发动有奖棍打时 现场顿时热闹起来 资讯频道有一个口号 口号的 打开了激烈争夺 谁最先划完500米距离的河道 谁就是冠军 经过一番激烈的对抗 最终三号龙舟率先冲过终点 接下来就是敞鸭子比赛了 随着几十只鸭子被抛入水中 龙舟上的小伙子们争先恐后地跳到湖里 与鸭子们演起了追逐戏 经过一番努力 多的队伍抢到了七八只 少的也抢到了三四只 整个比赛在欢笑中开始 在欢笑中落幕 对于场中的 请不吝点赞鸭子